女人净吐出一个诡异的东西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她没有翅膀却能在空中飞翔 并且嘴巴里长着上万根锋利的牙齿 女人打死都不敢相信 这竟是自己怀胎十年生出来的孩子 怪物突然朝女人飞过来 并一口咬住了女人的腹部 疯狂开始吃东西 女人顿时感觉整个人都要被吸干了 她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孩子 这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 孩子当吃饱丈夫就走进来 看着妻子生下来的是一个怪物 男人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 并打算将其彻底除掉 可女人却不忍心 说什么也要将孩子抚养成人 最终他们将怪物关在了山洞里 不料第二天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怪物一夜之间竟变成了一条通天巨蟒 就在女人一脸猛逼之际 巨蟒突然撞破肛门冲了出来 接下来她要搞事情 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奇幻剧志 没有看过的朋友千万别错误 保证你看完大呼过瘾